昔日的無線小新陳健鋒 去年 40 歲生日時 就去到醫院做身體檢查 竟然發現腦血管有問題 他隨之民生、立遺囑的意向 更有一刻想輕生 自此後,自己的人生重新審視 還報讀神學 日前,他去到所屬的教會做見證 自20 年來,在工作和感情上的不快經歷 首次公開自己曾經五座感情騙局 更先後做過兩次小新 令他自此難以相信別人 覺得人是一種很恐怖的動物 有一次,我認識了一個女朋友 大概拍拖半年左右 有一個她的朋友 約了我出去喝東西 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她有老公嗎? 蛤?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遇到有問題 每天都可以逃到街上 你為什麼會... 如果你有老公在家裡 沒理由這樣 是她解釋給我聽 因為她老公在大陸上班 每個月回來一次 家裡 我當時發覺這個問題 我當然終止了這一段感情 之後也遇到一次人 同樣的情況 差不多 但是被我發現了 然後那個人就笑死了 那由大概這些事 一堆事發展到 令我覺得我很難去相信別人 我覺得人是一個很恐怖的動物 我甚至乎是會想 不想跟別人相處 其實到現在我也是一個很不喜歡社交的人 我是很喜歡自己一個人躲起來 自己處理很多我自己的事 因為我不容易去相信別人 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每天都要接觸別人 你怎麼可以不相信別人呢 但是久而久之 我試過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有一次我去潛水 我很喜歡潛水 那我去潛水的時候 就在一個... 你知道休閒色潛水 就不可以超過40米的深度了 那我在2、30米的時候 看下去很深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力的 我那一刻就在想 其實我下去沒有人見到我 他們又不會找得回我了 那些事情就解決了 都很容易的 我一個決定就做得到 但是我很慶幸是真的 那一下一個這樣的念頭 我完了之後 就發覺不行了 我要停 就是我後面那幾天的旅程 我都沒有再遲 煮微微醬外部 就 Queensborough 就會不用吃 就要吃 照片 és 你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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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吃